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HK01又再幫上邊放風 由於這家媒體的準確度就很高 於是乎我們都要討論一下 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HK01所說 人大常委會預料會在閉幕的時候有重大的公佈 最少有兩名建制派的消息人士就向他們說 說北京將會出招處理有關於今屆區議會的問題 途徑就包括列明區議員必須要宣誓 預料到時 會有大量民主派的區議員 被指控未能符合宣誓的內容 會被DQ的議席 消息人士就說 到時北京或者會指明有關被DQ的議席不作補選 可能會直接由特區政府委任地區人士填補的空缺 但是他就認為這個做法或者會引起動盪 始終這個委任是未經過選舉洗禮 另外消息人士還提到 並非所有民主派的區議員都會被DQ 而是部分過去言行觸碰了紅線的議員 才會出事 這個就是HK01的放風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就算特區政府真是去強操DQ的民主派的議員 然後委任一堆建制派的 地區人士填補空缺也好 我實在是看不到 在目前這個國安法的大環境下 這些做法會引起什麼震盪 是不是 實際行動肯定就不會出現的 遊行示威集會全部都沒有 是不是 因為你借著這個 疫情的關係 全部都說不准搞的 好了 你說震盪 最多就說在人心上哪有震盪 但事實上來說 這些消息 早就消化了 自從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總辭之後 大家都會遇到 下一波就是到區議員 很多評論員都有指出這件事 很多市民都已經是消化了這些消息 都動得立法會的時候 又怎麼會少得區議會呢 這些就叫做順理成章 尤其是有17個區議會都是由民主派主導的時候 在政權的眼中看來 肯定覺得是頂心忏悉 就是睹眼睹鼻 尤其是就是區議會前排 就否決了很多國慶 或者是回歸的活動撥款 他肯定就看不過眼 看不順眼 所以 現在說會動 一點都不出奇 就算你或者去委任 也都不出奇 如果你真的被人去選 你又要DQ多少的候選人才行 是不是 如果你被人選真的被人選的時候 到時民主派出一些陳紫維級數的候選人 分分鐘都會贏得回所有被DQ的議席 因為到時市民看的根本上就不是那個候選人能不能夠幫得到我 又或者是 究竟這個候選人的資格學歷是怎樣 事實上很多區議員都幫不了手 問題就是到時市民看的是什麼 就是看根本上就當了這場選舉是一個 不信任票 就這樣來投 他不信任你 他就投這個民主派的候選人 所以你說到最後會不會真的由特區政府委任被DQ的議席 我覺得是有這個機會的 因為你搞那麼多大農諷的事情出來 其實目的就是想清走民主派 在區議會裡面 如果又搞選舉又選民主派 那你就是白搞一場 二來又沒面子 搞那麼多事情原來都是選那些人的 市民都是受意那些人進入的議會 所以 不搞就好過搞的 在一個政權角度來看 另外一件事 消息人士就說 不是所有區議員都會被DQ的 這一招在立法會的時候都玩過了 DQ部分 不DQ大部分 他就讓你那個反對派陣營內部分裂 產生矛盾 互相猜疑 互相質疑對方 當然會出現這些情況 難免的 一旦真的有那些民主派的區議員被DQ的時候 又會重演兩三個月的路線之爭的辯論 到底是應該全體的民主派區議員應該 總辭好 還是要堅守議會陣線 有得一直都一直好 到時候又會爭吵 從政權的角度來看 他當然要DQ你一部分 不DQ你大部分 他才會過癮 他就是預視得到這個情況 必然會發生的 也是會這樣發生的 大家看著 我在Facebook上也觀察了不少區議員的發言 根據我看到的現象就是 其實有不少區議員 都已經是預料會有DQ這一著 他們的心態就是 好像在玩俄羅斯輪盤 大家都不知道哪一個是會不幸中招 到時候就看看 究竟DQ名單會是怎樣 人家其實很多都有心理準備 這個就是區議會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就說南華早報的爆料 才說我自己對於這件事的展望會是怎樣 南華早報說什麼呢 他們就說 特首選委會和立法會的組成辦法 亦都會出現變改 特首選委會的選舉 將會在明年年底舉行 港九國區議會和新界國區議會這兩個界別 一共有117個席位 由區議員互選來產生 在當前的區議會版圖下 民主派就可以傳取這117個位 所以之前 大耀廷那班人 沈旭輝教授 就說要搞個35家 他們就說謀求在這個制度裏面 尋找一個改變 嘗試去選行政長官 現在 他們就說要改變 南華早報就引述消息說 北京將會啟動程序 取消這117個互選產生的選委 根據另一個消息人士所說 北京將會改革選委會的組成部分 其中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選委 就會由現時的51席 增加到接近200席 所有的政協委員都會自動成為選委 而兩個消息人士都說 有關計劃仍然是聆聽意見當中 未是正式落實的 純粹放風試水溫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沒有什麼好試水溫 他也是會走這一步 總之就要將所有 有機會在制度裏面作出變革的 機會和情況 都是要消滅了他 其實南華早報還有一個消息 當局有意取消 俗稱超級區議會的五個立法會的議席 藉此來防止民主派 在立法會選舉當中取得主導權 因為超區就是屬於功能界別 如果超區取消了的時候 民主派最少在功能界別裏面 就少了三席 因為超區一向選那麼多屆都是3比2 民主派三席 建制派兩席 好了 如果這個五席都取消了的時候 變相使得民主派在功能界別的 過半的機會就是等於零 因為其他的功能界別基本上 翻盤是沒有可能的 現在立法會又落閘 特首的選委又落閘 區議會又落閘 你的權力都是三級制 區議會 立法會 然後就到這個 行政長官 在重重落閘的情況下 某程度上就是會使得反對派的存在 都變成是萬無目的 因為那些反對派在參選的時候 又有機會被DQ 選完之後又有機會 回來被DQ 好了 原來在立法會 永遠都沒有可能選得到過半 然後 這個行政長官 永遠都不會有機會選得到 如果說 反對派都還可以監察政府 那這些無非都是想繼續做下去的堂詞 老實說 你說監察政府 在立法會裡面永遠都過不了半數的時候 你不就只有一個鬧字 政府推出任何東西你都反對不了 你說議會抗爭已經沒有行 是不是有個國安法在 所以反對派就會變成是萬無目的 他就通過修改這個機制 好了 至於大陸會不會繼續保留這套現有制度呢 有些人說 不如你這個行政長官也索性直接委任吧 我又覺得大陸會繼續保留這套制度 繼續以小圈子的形式來產生行政長官 為什麼呢 他又不是做給外國看的 大家不要誤會 因為外國一早就已經看清楚了這些東西 什麼一國兩制 問題就是他繼續會做就做給自己看 就是自我感覺良好 然後就會繼續宣稱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其實這個跟西藏模式都很像 其實當年解放軍攻陷了拉薩之後 都將西藏列為了一個自治區 當然那個自治成份有多少就你知道我知道 當然西方國家都會知道 但是來講大陸 照樣都說西藏是有自治的 各樣的 他在官方宣傳那裏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遲些大陸都會說香港的一國兩制是會成功落實的 基本上他就是不再顧忌那些所謂西方的 社會的想法 因為西方社會老實說大部分都是紫老虎 大家都有眼見的 在過去幾年 無非就是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政府 是叫做一些反應 你說五眼聯盟國家 當然也是看美國投資的 至於你說歐洲那邊又怎樣 報導也有說 中歐就將會簽署投資協定 未簽 打算簽 中歐打算簽署投資協定 歐盟已經看到了香港的情況是怎樣 過去一整年還看不夠 今年發生的事情又看不夠 他看到的情況之下他仍然是打算簽 當然就他們已經是包含了所有的考慮在裏面 又是利益來主導 所以大陸在處理香港問題的時候 現在都不是怎樣看西方社會的反應 最多就看美國 當然美國還要看看特朗普能不能夠連任得到 可不可以翻盤 如果是拜登上台的時候 大陸更加放心 所以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有這麼多評論員對拜登的期望 是這麼高的 我老實說就沒有什麼期望 當然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想法 但是擺明拜登就是比特朗普軟弱很多 這個是客觀事實 接下來我就看看 究竟下一任的行政長官 或者立法會議員會是怎樣 我相信很快就會出現 第一位 並非以粵語為母語的 立法會議員 很快就會出現 這些情況 尤其是紫荊黨已經降臨了 是不是 還有就是下一任行政長官 究竟是不是由 本地人去做 還是港票人士 我估計都港票人士多了 如果不是搞那麼多大動作為甚麼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